SCP-4975 Time's Up 时辰已到 项目等级 Eucaly 偷收容措施 SCP-4975收容于标准钢制收容间 禁止人类接触SCP-4975 若出现收容突破 任何持续听到有节奏卡大声的人员 需自行与其他人员隔离 耐心等待 直至SCP-4975被重新带回收容间 或卡大声停止为止 描述 SCP-4975是以大致为人形的实体 具有多处鸟类特征 最显著的是其惠布 其身体结构整体瘦而长 四肢之端不定型 没有明确的手指 其全身覆盖有厚实坚硬的皮肤层 包括惠布 其颈部追骨互不相连 似乎可以相互独立活动 SCP-4975持续的一块接一块转动追骨 从后到前到头部结束 其模式呈现节奏感 SCP-4975只会在准备攻击时 停止这种颈部活动 以观察到SCP-4975 持续跟踪受害者相当长时间才发动攻击 最长可达十个月以上 他会用自己的腹肢杀死受害者 对受害者的身体进行遁疾和撕裂 之后他将吃掉尸体 一名平均大嫂的成人可令其维持大约三个月 SCP-4975被认为是其来源国家 德国内多个民间传说的主角 SCP-4975的证据可追溯至1538年 已发现来自该时代 对其进行的文字和视觉艺术描绘 还有多首德国耳歌被认为与SCP-4975有关 其中之一参见附录 SCP-4975虽然持续存在与众且内 在其来源地区仍然有持续新的事件和目击报告出现 基金会特工当前正在调查 调查已无限其中指 正审议SCP-4975重分级为Keter级 参见附录4975-A 附录4975-A 夏立事件记录为一名基金会特工 与德国黑森林附近调查SCP-4975相关报告时 尤其身体摄影机拍摄的影片 开始记录 2002年9月16号 13点52分49秒 前言 基金会特工正在调查一名弗莱保市民 他报警称连续四个月 听到有节奏低大声 有人在跟踪自己 特工将纳入监管下 告知当地警方 他硬正在接受的话疗 出现妄想和幻听一座掩盖 夏立内容基于他们指示 该人向他们展示 最后是于何处看到SCP-4975的档宇 几名武装基金会特工行走于林区间 一人用手持对讲机讲话 他们中有一名弗莱保市民 他看起来呼吸急促而紧张 疯狂四处张网 手臂抱胸 几分钟过去后 他定在原地 他说了什么后 指向一棵树 几名特工转身看向他所指的地方 他们表现出困惑 影片中 树后并无他无 男子表现出恐慌 向后跌坐 仍然指向空无一路的方向 备注 根据监控影像 就在该时刻 SCP-4975停止转动颈部 移动不动地盯住其中间东南角 突然间 这名当地人被抛向地面 他的头部和驱赶 遭到不可见的攻击 袭打多次 几名特工对推测的攻击员开火 但没有打中 一人试图抓住男子将他拖走 但一道巨大的伤口 开始在他的腹部出现 使他似乎被固定住 特工试图移动该男子 但令伤口更加开裂 只能放弃尝试 特工用对讲机讲话 然后举枪射击当地人的头部 将他杀死 几秒后 尸体上开始有肉被一条一条地撕扯掉 肉条在完全脱离尸体后消失不见 备注 此时SCP-4975并未被喂食 但表现出正在进食 记录结束 2002年9月16号 13点57分02秒 附录4975之B 一首来自德国的古老儿歌 确信与SCP-4975有关 在从德语翻译后 大部分韵脚丢失 滴答 滴答 布谷鸟中滴答者 布谷 中里的鸟儿歌唱着 滴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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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时间滴答 你的心也在滴答 愿你听到他一个身后活着长久 滴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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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仔细听 他停下之时 鸟儿便从家里出动 滴答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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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听到了吗 停下了吗 我的孩子 这就是说你的时辰到了 以上就是SCP-4975 简单地说SCP-4975是一个人形怪物 身体秀长 有鸟类的特征 它能转动颈部发出类似钟表的递答声 并在停下后攻击目标 它会长时间跟踪一个人类再将它杀害吃掉 而且它的攻击与进食也不受距离或阻碍的限制 SCP-4975的图片实习相似来自法国作家 柯兰黛·布兰西写的书籍《地狱词典》 1863年出版了第六版 在第六版时加入了555幅恶魔的插图 这些话也影响了很多未来有关恶魔的创作 这支影片就到这边 如果喜欢这支影片 记得忘了个喜欢 不喜欢的话就乱不喜欢吧 希望我做什么SCP的主题 可以留言告诉我 就这样 拜拜